尤哈和玛利亚是一对快乐的老婆少妻 生活在芬兰乡下 尤哈腿脚有去不便 年轻时领养了故人玛利亚 玛利亚长大后 二人结为夫妻 平时尤哈骑着跨斗摩托 载着妻子一起去镇上 以贩卖自家种的卷行菜为生 二人鸾凤和鸣 生活简单且幸福 这天 一位西装革里的中年盲苦子弟 舍梅卡驾着豪车 路过尤哈居住的村庄时 不巧车子抛锚 刚好被路旁的尤哈碰到 热情朴实的尤哈 上前帮忙查看车子状况 把车子拖到家中继续修理 正当尤哈埋头修车时 舍梅卡瞥见了尤哈的年轻妻子玛利亚 玛利亚招待她进屋 为客人冲泡咖啡 舍梅卡问她 你是那个农民的女儿吗 玛利亚回道 不是 我是她妻子 舍梅卡大为震惊 面露已经笑道 什么 那个老男人的妻子 那个瘸子可真是业富不浅 玛利亚虽然此时心中暗流涌动 但在道德上仍然会挣扎 还是选择维护丈夫 反驳道 尤哈是个好男人 舍梅卡步步紧逼 说她太老了 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城里 玛利亚推开对方 而此时尤哈憨笑地进入 说车坏得挺厉害 我得明天去镇厂买零件来修 今晚你就住这吧 晚上 尤哈请舍梅卡 喝自己做的蒸馏酒 她对舍梅卡毫无戒心 自己在好饮 而舍梅卡则把酒 直接倒在后面的花盆中 最后 尤哈喝得明天大醉 一旁的玛利亚 忧心忠忠地看着她 仿佛内心在作者剧烈的斗争 她为舍梅卡不好被辱 舍梅卡再次向前说 跟我走吧 天亮就出发 到了城里 荣华富贵都是你的 玛利亚再次推开了她 走进卧室 反锁上门 冷冷地盯着 酣睡着丈夫 选择直接睡在地毯上 第二天清晨 舍梅卡在羊院中 尝试再次攻击玛利亚 这次玛利亚没有拒绝 而是轻轻地趴在她怀里 单指一会儿 便突然挣脱出来 舍梅卡说 你甘愿在这穷乡屁梁里 捞备青春 知道没了术黄吗 说完 出门赴给尤哈一笔修舍费后 扬长而去 留下玛利亚 一脸怅然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 感谢观看 舍梅卡走后 玛利亚彻底变了一个人 学着成敏的女人 农妆艳抹起来 对丈夫一发冷淡 干活回来的尤哈 等来的不再是热粥 牛奶和面包 而是直接在微博炉里 加热的速冻食品 看着抽烟 喝酒 又烫头的玛利亚 尤哈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拔下香烟 扔进垃圾道 并一把扫掉 桌子上的时尚杂志 玛利亚现状 把她的被褥 扔到沙发上 反锁卧室门 夫妻俩之间的下溪 越来越深 秋天 舍梅卡在此登门 这次玛利亚打扮的花枝招展 主动上前示好 迫不及待地打开 舍梅卡送她的丝巾 并充满渴望地 看着舍梅卡 晚上 三人来到酒吧 又哈又一次喝得烂醉 而舍梅卡与玛利亚 则在人群中 暧昧地跳着舞 回家路上 看着不省人事的丈夫 玛利亚的头 轻轻倒向了舍梅卡的肩上 回家后 玛利亚收拾行囊 并给丈夫留一张字条 说 我爱舍梅卡 我要和她走了 在这里 我的心只会掉些 不要费心找我 再见 二人驾车来到山间小溪旁 舍梅卡在草地上 铺了一条毯子 直接推倒了玛利亚 而此时 尤哈醒来 看完字条 顿觉天塌底下 舍梅卡把玛利亚 安顿在一家豪华酒店 并让她再次等待 说有人会去接她 而尤哈则来到警局报案 此处 枪上写着 逮捕这个男人 萨姆·弗勒 这里是导演 阿基卡里斯马基 开了一个玩笑 Sam Foller 指的是美国著名 笔记片导演 Samuel Foller 话说回来 警察看完字条后 无奈道 除非她是被绑架 否则我们无能为力 有哈听话 兴兴地回到家中 家中的狗 好像也感受到了 主人的悲伤 这边想 一位男人上门 接玛利亚 到上面海的府邸 进门后 便看到三个 旁头三发的女人 在抽烟打牌 旁边处理着一位高大男人 像是保安 所有人对玛利亚的到来 仿佛司空见惯一般 熟视无睹 舍梅卡的姐姐 把玛利亚引到卧室 玛利亚热情向她打着火 而对方则冷冰地离开了 不久后 玛利亚才意识到 自己被舍梅卡 骗到了一家妓院 这些女人包括自己 都是舍梅卡的赚钱工具 不服从的玛利亚 被舍梅卡 狠狠地杀了一巴掌 说我不会白白养着你 你得给我接客赚钱 说吧 舍梅卡的姐姐 把她锁在的屋子里 如梦初醒的玛利亚 想到了自己和尤哈 结婚时的场景 而此时的尤哈 正在睡眠中 下意识地楼向床边 却只摸到了寒冷的空气 舍梅卡收拾行囊 趁人不注意逃走 正当她踏上火车时 却突然晕倒 醒来后 医生告诉她自己怀孕了 逃跑失败 冬天 尤哈一个人吃着罐头 和狗相依为命 而玛利亚 则在医院中担下一字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 这天 尤哈在家中摸好斧头 装在背包中 起着自己的胯子 开启了复仇之旅 她在村口把狗 交给了一位熟人后 做工事来到城里 静止来到舍梅卡的妓院 见到玛利亚和孩子 愤怒的她 刚要把婴儿抛出窗外 见玛利亚哀求 又突然心软 随后她一路过关斩将 找到舍梅卡 看到尤哈后 惊慌的舍梅卡 直接朝尤哈胸口 开了辆墙 可尤哈并未倒下 依然手持斧头 把舍梅卡逼到了 厨房的冷库中 随后她缓步进入 一斧子披死的舍梅卡 完成副手的尤哈 步履盘缠地 来到玛利亚面前 叫了一辆出租车 把她和孩子送走了 而自己 则死在了一个垃圾场中 尤哈于1999年上映 是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 唯一的一部末片 也是20世纪 最后一部末片 可以说是导演的一部实验作品 上映后 褒贬不疑 该篇改编自负兰作家 有哈尼阿霍的同学小说 之前已三次被扳上一幕 本次改编和我之前讲的 王子复仇心计一样 都是阿基把一个古典戏剧 移植到现代芬兰 至于为什么要选的墨片 导演说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舍梅卡的扳演者 与阿基有过多次合作的 法国演员 安德列维姆斯 并不会说芬兰语 而阿基又认为 安德列维姆斯 是舍梅卡的不安人选 所以索性就拍着墨片 这样便无需对白 考里斯马基对墨片进行中 并时常批判 现在电影中 过多的对白 会掉着故事和艺术线 引用导演原话 我们再也拍不出 《残花类》 《日出》 以及《女王凯来》 这样的佳作 因为自从电影 开始用一些花里胡哨的台词 来画众虚宠之后 故事就丢失了它的纯洁性 及电影的本质 反普归真 除了古典戏剧的气质之外 本片还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几乎无处不在的背景音乐 尤其是审美卡 初次亮相时 练吉他及小号 对Riff 大张旗鼓的变奏 我们便知道 《大反派》登场了 《尤花》是一个情节剧 和滑稽的混合体 既让人感同身受 也让人体小皆非 在墨具框架下 人物塑造变得更加简单 以明灭 这里 玛丽亚的扮演者 阿基御用女主 卡蒂·奥提尼的演技 可圈可点 我总能在她面无本身面孔下 捕捉到细微的内心变化 如果说 《练花》有力的整维卡 对应了 末片时代的戏剧鬼德国拉形象 而笨拙汉糊的尤哈 则对应了 富兰凯斯坦的怪物 或富里斯兰的M中的男主 彼得洛 本片可以说是导演 对现代电影基础 最极端的排斥 为了诠释 她心中电影最原始的魅力 亦或是想表达 她自己记忆中的美好 导演生于1957年 她一直选择回在过去 在她暗邻新年的收光之作 希望的另一面中 我们看到了也是 50年代的气息 好了 本期到此为止 感谢观赏